第四的话,就是章数 章数的话,它希望用所谓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有一个叫做资料横条的,把它变成橘色的 那这个所谓的橘色横条,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章数 那章数多寡,有时候说真的,你还要再看数字 而且数字那么多,眼睛都花了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直接就帮我在这个背后 假设章数多,就让我长那个什么,横条多一点 那如果假设章数少,就横条少一点,有没有办法 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个也是新的功能 旧的功能,旧的这个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 我记得好像在2010以后才有这个功能 2007以前的版本就没有 那怎么做,首先第一个 它章数部分,请各位把它选取起来 那选的话记得,请你选择K2一直到最下面 所以游标放在K2,Ctrl-Ship的向下 把这个范围,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先选起来 第一个,因为这题目里面还有提到 就是说什么,它要K2到K65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选取范围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一道资料横条 在第三个,资料横条 横条部分的话,它有几种 一个叫建成的,一个叫实心的 你会发现有什么差别? 建成的话,就是颜色会由深到淡 这个实心填满就全部都一样的颜色 里面的话,它希望我们做什么填满? 用橘色的资料横条 所以答案就在这里 也就是你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资料横条,就这一个就可以了 点击它之后的话 那你就有建成的这种长条状的效果出现了 OK 那你可以发现,它显示出来就是什么? 如果说你的资料张数多的话 像这个,四万三千多张 那我就直接看什么,看这个多就好了 OK,比如说一个公司业绩多的 那我马上业绩多,它的长条就一目了然 那如果少,马上就知道谁多谁少 你就不用说看那么辛苦,要看数字 看数字似乎好像没有图像来的快速 所以现在有一种趋势 就是说所有的资料 可不可以帮我直接马上看 变成一个图形 一个图表就好了 那我就不用再去看那些细部的资料 OK,那我要做判断的话 可以马上一目了 尤其是现在老板很忙 他只要知道说 我想知道说我们公司哪个产品卖最好 你用图形告诉我就好了 然后帮我把高的排在前面,低的排在后面 这样的话,我以后就决策 决策我要进货 我就知道哪些应该大量把它进货 OK,或者说一个趋势 最近越短的时间 卖得越多 那当然我可以进货的量 也就可以越多了 所以这诸如此类的 有怎么用图像画的方式 来呈现 会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的话 就是设定第一列 列高35 然后把A1到M1 变成白色的字 底色变成蓝色 也就是白底蓝色 不,跟着一下 应该是蓝底白色 OK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设定列高为35 那列高怎么设定 选取第一列 记得游标放在第一列这个地方 按右键 刚刚是蓝宽 现在变列高 列高的话 直接输入多少 输入35 OK 所以35Enter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不过这里怎么跑掉 自动换列 我看一下 按以后的右键 自动换列 所以我刚刚把它设定 设定到 自动 不知道为什么 干脆直接拿这个来复制 复制这边的格子复制过来 我知道了 有可能是什么 这个后面是多一个Enter 对 刚刚可能是不小心 那个 记事本里面有一个Enter 这样就OK了 那一样 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A1到M1 就是上面的蓝位的名称全取起来 那要做什么呢? 把字变成白色的 字变成白的名称 字A变成白的 白的就这一个 白色背景E OK 不过你会发现字变白 都看不到怎么办 没关系 你把它的底色变成蓝的 蓝色这个 OK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只要加一个蓝底白 白字就很凸显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第五题要的设定的效果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列印的时候 假设 你预设 你在档案里面这边比较列印 有没有 列印里面你会发现 他预设的话 理论上是 预设有一些是有框线 但有一些是没有框线 你会发现这边是没有框线的 所以他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框线全部再重新绘制一遍 不然的话 列印出来 变成有些有框线 有些没框线 另外顺便跟各位讲 如果你这样的列印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 他前面几栏有 后面几栏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 要不你干脆把那个列印方向改成什么 横向的 因为你直的方向A4只放不下 那你横向看看 OK 横向的话 他已经可以放到大概了 但问题来了 他如果没有办法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的列印进来的话 其实你可以 在其他地方可以设定什么 设定什么 你还可以 板面配置 你可以 这边可以把比例 调整成一整页的宽度 如果本来放不下的话 它就硬会帮你挤 所以把它改横向 然后把它调整成一页 是起下去了 但变成高度 我看一下 调整成 调整成 设定成一页的宽度 OK 这个再看看 或者你可以从比例这边调 刚刚是100 如果放不下的话 你可以把比例稍微再缩小 反正是90 按确定看一下 90的话 这边就印得出来 OK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透过板面配置 再针对你要列印的去做调整 不过目前没有框线 那怎么办 把框线画上去 画的方法 第一个 它说A1到M65 所以你可以游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把它全取起来 OK 记得 Ctrl Shift按住 向右再向下 再来的话 做框线的绘制的话 请你找到我们之前常用的 这个框线部分 在旁边箭头 其他框线 那它是希望说 内框线就变成细线 所以你就先选细线 它样式的话 我看它颜色有没有要求 颜色如果没要求的话 它说最细的实线就好了 没有要求颜色 那就是黑色 然后外框线的话 是自粗的实线 而且跟你讲说第五条线 OK 那我来先画内线 这个先选 然后内线的话 就是内线等一下 这两条 这个就内线 那再来的话 外线 外线选哪一个 第五条 一二三四五 在这一条 然后把外框点一下 OK 有没有 里面是细的 外面是次出框线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当然如果你要看 最后确定的完成结果 你可以列印里面的话 大概看一下 类似就讲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再去安排 我刚刚是有调整过横向的 然后把比例做一个调整 或者版面配置这边可以点下去 可以再去针对缩放比例做调整 这样子你也可以让它置中 或者靠上靠下 这个都可以再针对列印部分去做调整 这样的话 列印出来就会非常一目了然的 印出来一看就知道哪个章数最多 哪个章数比较少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考试的时候当然不考列印 不过我是觉得列印还是需要知道一下 因为将来你做完这些资料 你也要懂得怎么样把它印出来 而且要印出来是漂漂亮亮的 不是说印出来少了哪一个蓝位 看起来不好看 如此类的小问题